谢谢 陈大师在日本都在皇宫里面 教日本的皇室的子弟 日本御仁天皇的弟弟 从仁殿下为了挟权 所以几乎他已经去了九次了 这一次为了到台湾来 所以把他向后延 所以他们在日本的教官 教日本天皇 他们那些皇室的人 他现在表演的就是一路和二路 一路就是柔软的 二路就是阳刚 是怎么叫太极君呢 太极君分作阴阳 所以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三财 三财生四象 四象绵延不断生八卦 八八六十四卦 所以大家看出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都是夹这个阴柔的一面 所谓运气 完全走的是阴柔的一面 作为基础 所有的动作呢 完全是弗形 大家稍微看 完全是会叫做螺旋 蚕丝的姿势 整个全部都是螺旋形的 我们的关节完全是一种圆形的 这个关节在活动 这样合乎身体的力学 这叫单边 这叫单边 他的手这样都是有作用 所以但是他会跟大家说 每一个招式就是以前的 太极拳就是为了防身 要继续用的 然后变作为了养生 所以变作养生为主 所以太极拳的擎拿 太极拳的摔打 太极拳的这个爆发力 等一下慢慢的 大家可以看出来 所以太极拳完全讲的是 弃尘丹田 垂尖醉走 我们陈师傅非常高兴来到台南 尤其很多很多太极拳的名家 所以他跟他说真的是台湾太好了 这边可以来讲节缘 感谢我们省议员 现在大家渐渐看 开始发力 内进有争气外放 这叫金刚倒醉 陈大师在大陆有八大金刚蓝弟子 这次来的是老七 但是老七在大陆比赛已经相当不错 这一次亚运在日本 在参加太极拳比赛 也是我们陈大师的弟子 叫王二鱼 大家看 你这个阴柔的劲 慢慢的外放 这叫白虎亮寺 太极拳老价有七十四四 现在慢慢的 慢慢的是二架 太极拳讲究的绝对是内气外放 所有的劲道如何的运转 而且完全以四两拨千斤 在零随时之间需要爆发力的时候 他马上把他的内劲 全身的劲道用在一点上 所以能够急迫千军 自己鼓励一下好不好 谢谢 我想还没讲一路 太极拳 我们陈大师 这个表演完以后呢 我们在 访问他一件访问你一下好不好 先表演好吗 好吧 好 好 那么 是不是先表演 表演一个一二路的合练 对 我现在给大家表演的是一二路合练 一路拳 是以柔为主 柔中有刚 二路拳 是以刚为主 刚中有柔 在练习的时候 这里边 这个行家名手 和各位老师前辈都很多 请各位多多指点 以后有什么问题 下来咱们再探讨 好